為什麼會一直用鋼琴 其實我們在第二次加演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這個預算是可以再加的 比如說我們的band可以變成兩個 三個四個五個六個甚至十個 但是陳陽老師另外一個胖子 他做音樂做的真的很棒 他就還是蠻堅持說 當初我們用這樣子做 它是一個非常simple 非常不是簡單 而是一個好像跟這個戲還蠻合的 所以我們在第二次到這次加演 就沒有再弄一個所謂的band 或者是一個big band 所以讓他比較單純的 把這個戲還有音樂的flagor把它弄出來 這齣音樂劇它的特色 跟我們一般知道的像 Phantom那樣子的歌舞劇不太一樣的是 因為他們所有的歌 所有的說白不是用唱的 而是用講的 所以比較像是The Mist 就是比較像《非禪世界》的做法 就是說劇跟劇 劇是劇 然後唱都是唱對不對 所以它裡面有九條歌 是這裡 這一齣劇裡面的靈魂這樣子 不上班的男人 酒香一直聽掉 你熟了 這是一個還有女強人 還有一般的 還有一個像 這次我演一個 無所不用其極的小人 就像我剛才唱的那樣 他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歌 那等一下我們要介紹這條歌 叫做《女人統治世界》 如果就是他們戲裡面 其實再怎麼講 現在雖然說是女男平權 但是其實多多少少在職場上 還是有一些吃虧的地方 所以當他們講到這個時候 他們講說 如果這個世界 由我們女人來統治的話 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首歌 那這首歌 是除了主題曲之外 就是演了這麼多次 就是最受歡迎的一首歌 《女人統治世界》 我啊 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 超大的男人主義 動動就說 你們女人懂什麼啊 會不會開車啊 我女人懂得可多了呢 要是這個世界 由我們女人來統治 那該有多好啊 要是這個世界 由我們女人來統治 阿邦 那你會怎樣 你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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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你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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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說 女人只是一個男 男人說 才你有眼過過一生 男人說 女人身在苦中不知苦 得了好處 還要抱怨 男人說 男人把我們的體驗當作公體 男人總是把我們當作處理 男人總是認為女人不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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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為了錢 也不是為了權 只想找回一遍 一人的作業 我最喜歡 參與 完 在 我跳 也 現在 你會怎麼看 Vera 現在 首次 言 女人通知世界 叫男人摸底細 開刀手短 女人通知世界 叫男人每個月來自遠景 第一次拍線下 女人通知世界 叫男人每天刷牙 每天洗澡 女人通知世界 叫男人天天吃私物丸 白髮丸 白髮丸 女人通知世界 叫男人每天陪我光潔不準永遠 女人通知世界 一夜半載我幫忙加持 生了孩子跟我 我像上帝 許個願 女人通知世界 讓女人通知世界 讓這個世界 明智 明智 多一點點 少一點點 智慧 多一點點 來 還有 口句 少一點點 我像上帝 許個願 愛愛女酒 女人落臉 男人閃一月 女常人好像永遠就是那個樣子 那所以一開始其實我在setting這個角色時候 我有在思考這個女常人是一定要是褲裝還是裙裝 後來我覺得這個Karen她就是應該是很中性 可是中性當中她一直有一絲女人的血液的一個氛圍要出來 所以可以在她的戒指跟她的項鍊去呈現 但是她其他的動作都是男性的 我覺得是因為我是綠光的第一期的團員 那我很榮幸就是可以參與他們創團這個時候 林黛高跟鞋的第一版的這樣子的演出 那當時我是剛大學畢業 對 然後我還沒有出 就是還沒有上過 正式上過班 那我自己呢 因為參與這齣戲的演出 其實我就深深可以體會到上班族的一些就是無奈這樣子 歷經15年之後這樣子 我自己再回到這個同樣這齣戲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我覺得真的那個感觸非常的深 而且我覺得其實那些經驗就是因為我的工作夥伴裡面 非常多的上班族 對 那我覺得可以更能夠去提 就是說 再回到這個舞台上的時候 其實很能夠體會這樣子 但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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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